哇, 原來真的很有口感 粥米芯很有口感 而且番茄很香, 番茄味酸酸的 西芹味又濃郁 而且很簡單, 如果你是減肥, 這個真的不可以 我是越煮越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五行蔬菜湯 好, 剛剛我拍了一個 肚醬燒製茶 這個非常簡單 大家可以經常煮來喝 過了年, 大家在過年的示範 大魚大肉, 大家都吃得好 今天太太說要煮湯 但是不想下肉 所以今天煮這個五行蔬菜湯 五行蔬菜湯, 大家都有聽過 這個湯是非常簡單 介紹一下材料 有西芹 番茄 番茄, 順量買一些紅一點的 這些茄仔, 我做過番茄炒蛋 這些茄味才是濃的 紅蘿蔔, 問一下 有紅蘿蔔味才買 如果不是, 只會弄 還有泥那些是一般的 濕泥那些, 這些比較好 現在最多的, 白蘿蔔 還有粟米芯 我這次下雲耳的, 木耳都可以 還有冬菇 我再加了少許芫荽 馬上處理了所有材料 材料馬上, 我已經處理好了 我每樣材料都切好了 一粒粒 一粒粒的材料, 你可以看到 有剩下剛才的材料 我留下今晚來做個雜菜煲 就完成了 這一個湯, 我已經有齊 紅橙, 黃白, 黑, 青綠, 七種顏色 其實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排毒, 燒脂, 提高免疫力 和防癌 促進新陳代謝都很重要 我馬上煲給大家看 我煲四個人的份量 每人打算喝碗靈, 連同渣食 很簡單 煲滾了水之後 我們現在就 基本上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木耳, 紅蘿蔔, 冬菇 都放進去煲就完成了 哇, 粟米芯 白蘿蔔 就不用煲太久 煲十五分鐘就可以了 最後, 番茄 最後下的, 讓它有少少酸味 開胃 還有這個芫茜 淋飲的時候, 加香氣撲鼻 現在這樣, 讓它煲十五分鐘 煲滾了 一會兒就要中小火, 讓它慢慢煲十五分鐘 就完成了 現在滾了之後 就要收回中小火 不用太大火 對了 收回這個火就對了 收回這個中小火 讓它這樣煲十五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十五分鐘之後再跟大家說 現在大約都滾了十五分鐘左右 我們要打開它 把番茄現在放進去 讓它煲一煲 為什麼要現在放進去呢 因為太早煲 整煲湯就煲到番茄很容易難 但是你現在要煲分多鐘 讓它煲熟了就可以了 讓它釋出些茄紅素 因為這樣有些酸味 湯是比較好喝的 整個湯又有西芹 所以它有味道 如果你們喝開 是不夠味的 你們可以加少少鹽 這些因人喜好 第一天是滾起 再滾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現在滾了一分鐘左右 好 看到茄紅素出來了 番茄很容易熟 現在可以了 可以拿出來 現在拿出來再跟大家說 五行蔬菜湯出來了 雖然只有蔬菜 但是真的聞到都香噴噴的 這個湯完全都不需要技巧 現在是很流行煮這些沒有肉的湯 這個蔬菜湯有七種顏色 紅、橙、黃、白、黑、青、綠 其實真的營養價值高 它又有冬菇、雲耳 很有口感 尤其是這些粟米心仔 吃下去就有很好感覺 加了番茄之後 它本身有一種酸味 就帶動了喝的味道 很好喝的 煮這個湯 只需要1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你們晚上放工回來 都可以煮到的 只要你有這些蔬菜就可以了 記住這個湯非常之好 晚上真的沒有什麼胃口 煮來喝一下 又有口感 又有預防作用 又有燒脂作用 所以不是一定要煮肉湯 這個很重要 譬如這樣 你要芫荽加點下去 香很多 你看看 真的不同 九層塔也可以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 這個五行蔬菜湯 大家嘗嘗 多謝